那有初宝说老花一我是个新手 我要是养花的话 你给我说哪几个不让我买 我以后好逼逼撑 初宝啊 新手 我跟你讲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因为养花这个东西呢 你不能单纯的去靠技术 它靠的更多的是一种热爱 你懂了吗 对啊 这是该死的热爱 你只有喜欢它 你才会把它去养好 你买 你喜欢的那个你买来 你肯定会用心去研究它 才能把它养好 如果你不喜欢的那个花 我家问了 你肯定要不好吗 你说对不对吗 臭宝 是不是 有的话说老花一 那你推荐我一个花 对吧 那也行 我推荐你一个有钱花 我跟你说臭宝 你就是养花 就我个人认为 它是一个很费钱的项目 它没有说是钓鱼啊 吸毒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么费钱 但是它比较费钱 我觉得比较费钱 你就正常一盆花 一般来说 稍微上点品种的 都二三十块钱 这么一盆 是吧 二三十块钱呢 你还得给它买肥料 是吧 你还得给它买这买那 其实呢 花耳门就想多了 你就是一阳台的话 你可能花个一千块钱左右 肥料一年也就三十块钱 就够了 比如话说老花一 我能买的肥料 肥料它虽然说坑很多 但是你又记住了 你选通用型的 老花一也卖的那一系列的那些 你就买便宜的那个通用型的 就够了 我们大棚里面自己就用 明白了吗 就像是养狗 我有一个边墓呢 就看家 当时也是 一千大洋的 一千元的买的呢 现在就看家吃剩饭呀 就很普通的狗粮 活得也很好嘛 对吧 那你看你自己的一个标准 是什么了 所以说呢 五股杂粮子 植物在一块 你就好生挣钱 你就养花 这个你只要是换花的速度足够快 人家就发现不了你养花不行 人家还天天给你梳大拇指 说你花养得好 明白了吗 哎哎哎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还心手不能买什么花 没有不能买的 什么都能买 明白了吗 你就搞定一个有钱花 其余的花 你就随便买 随便养 养死了 咱再买 哎 对不对 一次玩 调整心态 没有不能买的花 但是你要注意几个事呢 就是家里边有小孩 有宠物的 比较气的那些 尽量的不要买一些个 带毒性的 你就玩一些个 就是想问这个 没事吧 能吃吗 别吃啊 尽量别吃 就是没有毒性的那个你玩 其他的也没什么 好了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关注啊 不要把养花 当成一件很难的事情 多去尝试 鼓励你们 加油 摸摸达 听听听听 дум好 我是老大厄 点花最 totally 别来头不好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